李贤总统在入院之后的第二天 我们发现他有肺炎的变化 肺炎的模式现在目前在进行医疗中 没有办法很积极的治疗的原因 是因为他本来就有心脏病 那如果说用强效的一些抗生素的话 会怕影响到心脏功能 他现在目前正在稳定缓慢的恢复中 李贤总统在入院之后的第二天 我们发现他有肺炎的变化 就是他有感染到肺炎 那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属于肺浸润的状态 但是在后面的话肺炎的话就是 就是有一点转换成比较严重一点的肺炎 所以现在目前就是以肺炎的模式 现在目前在进行医疗中 事是很不能讲很清楚意思是清楚的 那因为毕竟李贤总统98岁 他的年纪已经非常大了 所以说他不管是在现阶段他的体能状态 当然说呛到以后引发肺炎 一般正常人可能体能都不是很好 所以这一点谢谢大家的关心 飞不积水是已经在控制中 还在控制中 那这阵子的话就是包含像李贤总统他们有过来看你 你关心李贤总统的朋友跟长官都非常的多 我们也都常常保持这个必要的资讯上的流通都有 都有 院方有说预计总统什么时候可以有比较好的状况 刚才讲这个很难讲 因为老人家身体的体态本来就是比较虚弱 然后再加上肺炎 那在肺炎的这个感染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之前李贤总统的顾疾也要去兼顾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跟各位报告 什么时候可以康复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我们没有办法抱歉 肺炎的部分没有办法很积极的治疗的原因 是因为他本来就有心脏病 那如果说用强效的一些抗生素的话 会怕影响到心脏功能 所以现阶段只能够用比较弱的抗生素来做治疗 就是还是要整体的评估他的健康状态 那现在目前因为年纪的关系 他现在目前正在稳定缓慢的恢复中 应该这样讲会比较精准一点 他的这两年他是体态上来讲 他是比较相对虚弱 但是他现在所谓的沟通 他是可以比较简单的明确的表达 但是他现在在稳定缓慢的表达 他在稳定缓慢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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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稳定缓慢的 То